这种不适的表现呢 轻则会出现一些胸闷或者是气短这样简单的问题 那么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 可能就忽略了 而更多的人呢 它是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压榨性的疼痛 甚至呢会出现猝死 那么古籍呢 对这种严重性的胸壁 我们呢叫做真心痛 真心痛的意思也就是说真的特别疼 而且呢是会出现生命危险的 叫淡发息死 息发淡死 也就是说很快呢 人的生命呢就终将结束了 在古代呢 它会发生一个特别严重的 甚至不可救治的一种后果 所以呢 在现代医学的这种支持或者是诊疗方式非常先进的情况下 那么这种病的发病率呢大大的减少 而且呢治愈率呢也是非常成功的 包括现代很多现代的这种微创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经常知道的这种叫做支架 它其实呢叫做精疲 冠状动脉成形术 也就是说透过皮肤下 那么使心脏呢 这个塑宰的这个血管 那么能够重新的撑起来 以供给远端的心肌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人的福音 古代遇到这种情况呢 其实呢就很麻烦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